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競飛一路的環節 這個環節都會跟大家講一下海外專家指數 有些人會說是外圍折扣 有些人會說是參考指數 但無論如何隔夜熱門實力碼高指數是值得順賴 大家不妨參考一下 今天早就跑前 因為昨晚雖然是做了手樓上主要的事 但還是有些首尾要先做 所以遲些影片就缺了 五間碼驚體一間寶物會給大家再製作 但很多人留言都說想看這個節目竟然受歡迎 但為何收視率這麼低呢 不要緊 再告訴大家未訂閱這個頻道朋友 想每次免費收睇到這些收費台指數 有客人就有個訂閱鍵 按下去開啟鐘仔 有新節目一定知道的 一會兒還有跟Anna直播記得來看 另外上面有IG想早兩個小時看貼士 一人間4.5多鐘我都會放上IG 記得在Instagram那邊Follow 一會兒按我頭像 在IG和Instagram的頭像便會見到 看到有些高的指數 例如一場一號碼 五間馬京都見到我說起進之星 我說不划算 不一定高那些可以的 不過熱門如果低指數 你還要小心一點 另外就是這隻二場的12號 四班一千磅尾那場 看到謙謙君子 竟然葉楚漢的高我都覺得很出奇 臨場再看看 但是三場有隻二號 志勇明區的馬呂健威 竟然是比較偏高 這件事我比較出奇 這隻沒有上過Pay的馬 高指數要留意一下 另外有幾隻四五六場都是一些熱門 包括四場11號我放了第一名的新幹線 終於輪到偉達了 看看操得密一點會不會 五場二號那隻精彩進帳 我放了第三選 我認為他也一定有三甲 不過陸續光芒和勇霸龍 其實實力不差 其實贏得他都是三班實力馬 看看陸續光芒和勇霸龍有沒有將來的能力 計時當然是精彩進帳贏了 但是看報民如何發揮 六場六號那隻很容易看 杯賽場合 亦都是潘頓的大熱門 今晚騎士王他大熱 所以他的熱門都容易三甲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就是這隻天開心 我不是太好看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自己錄下這些馬匹 我們待會五間馬鏡再見 拜拜 希望你們這個馬桂大家都贏多些 贏多些來做善事 感谢大家